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邊是高雄市左營區 建葉新村153號 這後面這個地址 這是先父在民國四十四年的時候 搬進這個地方 歷經改建 當時先兄 吳海元 當時六歲 搬來這邊的時候 他去告訴 我大姐二姐三姐 把他們接來這個地方 那時候他們有的是獨幼子園 有的是強靶之中 我是1955年 就民國四十四年在這邊出生 今年六十二歲 就都在這裡 今天跟各位介紹一下吳海元 先生的追悼 吳海元 生於民國 三十八年二月十五號 因心肌梗塞 於民國 106年五月二十七號 下午一時三十分 去世 那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下他的 關於他 關於他好學的部分 還有他語言天才的部分 先兄明 於高中畢業於民國五十六年 考入 國防部情報局幹部訓練班 第十六期 然後他受過各種 特務訓練之外 他另外特別在民國 六十五年七月到六十六年七月 特別在 國防部外語學校 學習過 那個 日文班 那當時的校長是許立農 許立農上教 政治作戰學校 那個 外語學校 因為 據他講的 他的成績是 他是第一名畢業的 成績優異 因此他考 他退役以後 考日文導遊的時候 一次就過關 再加上他後來 在高雄市 市區裡面 開了一個外語補習班 他叫做現代外語補習班 那因為 在裡面有韓語老師 他跟韓語老師學了韓語之後 他也考取了韓語的導遊 導遊執照 所以他一生裡面 曾經做過的 唯一自己創業的 唯一的事業就是這個 現代外語補習班 這是他設計的真相 因為生意的關係 生意不好 所以他就 結束營業 結束營業之後 這個東西跟他 跟隨他有40多年 他一直捨不得丟掉 因為這是他唯一的 退役以後 唯一的創作的 唯一的自己創作的這個 事業 就這一件 之後他只有用打工的方式 因為情報局的工作就是殺人放火 都是一些特殊的那個戰鬥技術 所以他一直苦於沒有 沒有機會 這個應徵工作 那在 在民國74年的時候 74年的時候 他因為我跟他 每天都中午在一起吃飯 所以我當時是一個美商公司的一個設計主管 那個我常常跟他談到設計的一些 一些idea 他認為他也可以 所以他也申請了一項專利 這是他的專利證書的正本 這邊專利全人吳海元 專利全號 新型第28971號 專利之名稱太極型代沟 這上面全部都有他的那個 這是正本 那個之前這個關於專利的部分 我們有另外有一個專利發明的部分 有一集在講那個東西 各位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翻閱 我相信後繼者 如果要從事情報工作的人 通通都要引以為見 就是 以他這樣的一個 一個有多方面才能的人 後來他的生活 並不如意 他的就業狀況 退役以後的就業狀況並不如意 另外一個就是 在部隊裡面升遷的狀況也並不如意 他退役的時候是以上衛軍階 學校畢業的時候 少衛他退役的時候 是以上衛軍階退役的 然後那個他的同學 同期同學有 有兩位是少將處長 那之後他曾經在工廠裡面工作 從事這個模具的焊接 修理 因為這個模具是我的專業 這是我30幾年 30歲的時候的專業 因為常常 跟他在一起在一起聊天的時候聊到 他看到我們家的書 因此也爆發他想要去練習那個 加上他有日文專業 他曾經在日本日商公司台地公司 幹了九年 幹了九年多 只有日本的總經理 因為他日文精通日文 所以特別拔著他身為一個班長還是組長 我忘記了 因為那個都是屬於技術階層最低層的幹部 因為那上面還有課長還有經理 還有什麼 以他這樣子的一個能力的人 他願意在那樣子的低層的工作 這個他拖曳 他只是看 只是聽ICRT 結果拖曳考了五百五百五十分 在這裡 這個在他的那個耗學篇已經介紹過 他完全沒有補習 然後因為他他身任那個模具 模具的那個幹部 他下面的那個 那個那些技工 認為說他沒有 他沒有模具的專業的那個學歷 跟那個特殊經驗 經歷 也就是沒有師承 因此他後來他辭職了 幹了九年之後 五十歲的時候辭職了 辭職之後去 南區執訓中心去學了很多種焊接 他這邊的焊接執照有一大堆 田野正式就不用不用秀了 他有一大堆焊接執照 文化元本身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 他從小很喜歡做工藝 工藝 那個做工藝工藝工藝的那個 這是他的那個技術式執照 他很喜歡從小很喜歡做勞作 而且以生意為他那個手藝為奧 奧式群倫 這邊的結業證書我們就不用秀了 太很多很多張 因為他考了各種的那個焊接的那個執照 的證書就在這裡 他在南區執訓的時候 同時晚上去讀了高雄科技大學的模具系的 那個進修班學生 然後經過了三兩年還是三年吧 他取得了學士資格 當時他五十多歲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他在情報局服役的時候 曾經參加過 那個考試院的一個情報人員的特考 他是特考及格 及格證書 都有收成證本都在這裡 因為以前我沒有去看這些東西 所以 是他去世之後 突然去世之後 我們才找到這些東西 情報人員特考及格 是有證書的 而且那個證書上面 根據他的說法說 這個考試院的特考及格 相當於現在的高考及格 可是他拿那個證書去就業沒有用 據說社會上一直都不予認可 所以他在退役以後 他在社會上用 除了自己創業之外 除了自己創業這個之外 他所有的應徵工作 全部是用他高雄水產學校畢業的學歷 也就是說軍中情報局的學歷 他根本就在社會上用不上 這也是可以讓熱血青年們冷卻一下 你是不是適合從事這個行業 你進入這個行業之後 你就沒有了 就在人間消失了 在你的家族裡面消失了 在這個身份證記載上都消失了 你變成一個透明人了 你從此就是這樣要過一輩子 值不值得 根據吳海元生前 他的那個筆記上面寫的說 雖然現在國軍招兵很困難 他還是認為他18歲從軍 他不後悔 他認為他的青春沒有留白 以上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吳海元先生的的事蹟 吳海元先生他雖然是 他有各種語言天才 他也自修了那個印度古梵文 因為他研讀佛經 他也因為研讀佛經 他也自修了那個藏文 他可以講 他跟喇嘛可以對話 他跟印度人可以對話 甚至可以寫 他精通日文 精通韓文 另外他的同學 據他那位少將的同學 因為他結婚的時候 由他當伴郎的那位同學 曾經講說 他們年輕的時候 一起到屋來去玩的時候 吳海元跟當地的那個三地的姑娘 學了幾句 學了幾句這個那個 好像是阿美族的話吧 隔了一年之後 再去的時候他居然能講 另外他在民國62年曾經到那個美斯勒去 去出任務 在出任務之前 有密集訓練 密集訓練裡面就是 你要跟那邊當地的土著 要融洽 當地的土著有好幾個民族 都有他自己的民族方言 他們都有請那邊回來的人 來教他們方言 他曾經很快的就進入狀況 就學習了那個 他還自費到水雲路馬場去學騎馬 凡此種種都是吳海元他的優點 也是他的這一輩子的 所謂的人格特質吧 很可惜他這些能力都沒有用到非常的極致 簡單講他可能只用到兩成 一直到他五十多歲的時候 得到才真正的得到這個 公學式的這個學歷證件 戴過方帽子 但是在這個之前 他從二十幾歲開始 就常常要去試著投考大學聯考 他也把高中用的課本 全部買來整套買來研讀 他認為說既然題目都出在課本裡面 他就把這個課本死K 可是幾年之後他都沒考取之後 課本又改了 他又要再買新的 他是這樣子一個鐵牛耕地的一個 苦幹實幹的人 他沒有去補習班去補習 後來他成立了一個外語補習班 凡此種種都是人生軌調之處 那另外一個也就是我們的教改 有的人反對說那個現在大學太多 大學生太多 遍地大學大學生畢業之後 拿到學士學位之後 二十六個字母都不認識 就不要講說他還會幾個單字了 雖然如此 但是我個人還是認為這個普社大學 讓滿足所有人的這個大學夢 學士夢戴方帽子的夢 仍然是正確的 雖然現在因為過剩了 所以人口那個到三角形的最少子化 雖然人口皺檢 但是使得很多學校要收攤 但是我認為這個政策沒有錯誤 錯誤的是人們的思想 跟人們對於學歷的認定 如果以能力來講的話 吳好元他可能當一個幹部是有困難的 但是他單兵作戰是綽綽有餘的 而他們情報局的訓練 情報員的訓練就是單兵作戰 而且是單線領導 凡此種種都造就他有特殊的人格 特殊的個性 那這就是今天我跟各位介紹 這道武海原仙凶的評審試煉好學篇 謝謝收看